像这种的盐化泡干净 采访一下你知道什么是说唱吗 你喜欢说唱吗 你听过中文说唱吗 你了解中文说唱吗 问他三个问题 你问他三个问题 问你三个问题 你的名字是 他名字叫啥 名字叫什么 林斯他名字叫什么 六 你的名字叫六 第二个问题 你的学历 他应该把那个就是 那个叫啥打开的这 中专好 接拍真中专假中专 应该接拍这个搞的 嗯 假的好的 真学历史 没有再来一遍 博士 ok 牛皮 好好好 那你最喜欢的国内的说唱歌手是 哎呦我靠 啊我呀好的好的 ok ok 好非常诚实 哈哈哈 几轨一共一十轨是吧 我随便弄一下这个不出船了 诶 我看了一下车的马远 好了好了好了 来吧 我身上高吗 大的缓索 但是我的心不一定跟他满足 让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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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担负 被一起缓索 我的担负 我的担负 我的宽索你 我的搬负 我的大腹肌 我再耽语你 我再耽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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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让我来 我的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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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放手你也会亲衣满足的 从我放手你也会亲戚变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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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你 你是不会嫌疒的 我不是我都是你的宣布的 就像那一种那种味道是反复的 我把我的双下发挡一下 这个形象怎么样 可以可以 那我就这个形象 把双下发挡住 可以吗 好 那可以开始 先开始拍 OK 可以开始拍吧 Action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这一期 纪录片的主人公的家楼下 然后是一个在东京的游学生Rapper 然后现在我们就出发过去 已经快到他家了 应该前面就到了 OK 出发 好 那我们直接去你们那边请 可以可以 哈喽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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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 不觉得大家花上第一人面目 这个麻痹是什么 你把这个麻痹是什么 我把情依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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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收一个 你这个财子是什么 收一个地址带 我发给你吧 好 就到这了 把水放以后 那你们平时从东京都这么远过来 他们还没去过 录音室的话他们俩还是我不敢录音室 只去过我家的那个录音室 这个录音室我最近合作的 然后我已经去过大概有五六次了 再次五六次 都是给人录音混音什么的 你们喝酒吗 我们可以喝酒 看他们你们喝酒吗 你们满二十了吗 满了满了 我们要喝酒了 现在不喝 你们不喝 你们买酒会不会被问多少岁了 有时候会问 我前几天我跟一个十八岁的人过来买烟 然后他没被问 我被问了 我21岁我被问了 哈哈哈哈 喂你是啊 我我我我们到了 待会我按不了你家那个 我我我到了 然后我按不了你家那个门铃 808 808801 不好意思 OKOK好了没事 这些中国人拍的 对对对 ZERO STUDIO 哈哈哈哈 好嘞 好嘞 哈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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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挺多的啊 对对对 拍下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微信者 他们往来 对对 他们往来 一个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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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好嘞 我把我疼了 不是 请 吴 你可以 忘了 忘了 還給你拿個鋪啊 誒誒誒不長了 OK就這麼猛 厲害厲害厲害 OK OK 然後可以循環 OK OK 他一二三四四个派 谢谢那个派 正正正正 然后麻烦你了 OK 哎再来一遍 刚才那个鬼又没听清 然后你先听一下哦 我看一下 然后你弄到那个钢琴上 我再找几个键 然后再来一段那个 再来一个贵乐钢琴 我要给你销掉吗 锅不用销掉 来一下吧 OK OK 主要 三四 上 就这样吧 虽然我不是做beat的 摄像是哥哥 你说你会吗 不会 你不会啊 那行 那我们这种都做哥的 没有做beat的 今天算一个小城市吧 就你们抽烟的反正都可以摸 嗯 虽然说我的国际学校老师 他会有可能会开YouTube 但是我不关心 关于 他们应该快到了吧 那 反正他们给我发啥消息 这个介绍我来自己 我你们可以叫我小唐 LIO TOUH小唐 然后是江苏南通人 现在在日本东京已经 在这已经 快将近八年了 然后 在这期间也认识了好多好多 就是朋友啊 什么兄弟之类的 然后 特别玩得好的 这个几个兄弟哥们什么的 正好也玩说唱 然后 聚到了一块 弄个小团体 然后 也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我们 我叫29YYS 我是一个 说着四川话的宁夏wapper 来进门先问三个问题 中专 OK 学历 学历 还我啥学历 你叫什么 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 国内 我 你来啦 你来啦 靠 久不见 久不见 好 好 来吧 我的好兄弟 对兄弟 我家哪儿 我叫Tony Z 真名叫什么 你真叫我 暴露真名 继续 一个优秀的皮套人 是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名的 OK 你中国哪里的来自 我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来自0760 听不惯010 那班老黑 说人话 说人话 OK 来自0760 中山 Nam Se OK OK 来 太近了 不近 介绍一下你自己 Vishan My name is Vishan 来自哪里 地球 地球 名字叫什么 我是美国山兔 I'm a Sub-Y S-U-P-Y 突然选择说唱这个东西 我还是很喜欢韩麦的 你是韩麦转行吗 对 到时候我是是 这个说唱是一个过渡 到时候过两年 我必须转成韩麦 所以我听说之前像在YY语音啊 或者各方面的那些平台之前那些 被我秘倒了万千倍收听 所以 好好好 中国说的那个 说唱全身就是喊来去正确的是吧 再问你一遍 中国哪里的 东北的 东北哪儿的 哈尔滨的 哈尔滨 好现在再来日本多少年了 我咱们搁这声的 你在搁这声的 哇 行那 你是什么机会接触到这个说唱这个东西的 虽然是我知道 哈哈 高中时候 听的一个是日本的rap的节目 叫 一种是高中生 他们开始玩battle 然后当冠军的那种比赛 我是从那开始认识了书场 啊 结束 学历 你好 学历你好 学历你好 没有开玩笑 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好 我是日本的rapper 在Yokohama 他高中生 然后freestyle特别特别厉害 因为 之前在这里边听过他freestyle 包括在 呃 club 也弄过freestyle what's up ok 行きます yeah 闭上がりに始めるこのタイ トナ先輩とのラップはマジで最高 だし最高 那ぐらいに頭狂いそう だけど今はなぜかマイクがあれば 歌うだけっしょ って話 最高から つまりはエイジェント 俺エイジェント でもやってる ウェイシェンだぞ アドラネーナーナーのノトはそう でも楽しめなきゃ オマエラノトレベアップ 楽しめなきゃ 意味ないだろ だからやってるラップ これがフローというもんさ ヘイヨーチャイニーズヒップホップに 私たちの小兄弟は 彼ら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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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ら 彼ら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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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ら 紹介してください あなたは何か 何問題 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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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高中 真高中 假高中 本当に 本当に 日本は7年間 7年間 差不多 ちょっと 接触 今度は4年 4年 2年は 2年は 聴いて 3年は 学ぶ ラップ 唱 あ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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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つ 電話 設定 電話 電話 音楽 音楽 金 では 例えば クラス us 日本 留学生 真的蠻多想玩这个 但是就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条件来去搞 所以想能提供一些 目前这个studio是跟跟他合作 然后我是专门给了客人录音嘛 然后他专门给人混音子的做后期 然后现在我这边录音的话 目前是免费的 所有都免费 到年底我可能会开始定个价格开始 所以想录歌的朋友可以到这边找我 横斌有过话吗 然后横斌巧商店街这边 我弟子以后会贴上去 然后大家对 这个小团队是怎么样续起来续到一方面说唱的 当时接触说唱是21年的7月份 然后就是发了第一首歌 然后在网络上也认识了就是 然后现实中我跟他本来就是说 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然后我们就 哎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 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 做一下音乐什么的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唱 我是从 从就从小 然后 我们那边有一个广场就会经常有一些跳街舞的人 他们就放说唱就跳街舞 然后从小就而木然 在广州的那个英雄广场 也是林园那一块 很多人在那里放 所有老广州都知道在那边 就是最黑怕的地方 然后我呢 我是29 然后我最早开始听说唱的时候 然后也是欧美那些的 20年的时候 20年冬天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就叫有一个说唱社团 然后我进去了 然后当时他们让我学的第一首歌是Follow的Ghost Face 然后当时他们把一串一串歌词打印出来 打印到A4纸上 然后让我们背 然后让我们练习 然后到人家那个就是社团里面 然后开始唱什么的 然后因为法老他说快嘴嘛 然后当时挺喜欢 但现在呢 我就是Canrope Crazy 我就是 只要还是对 萝卜粉 萝卜粉色 萝卜 我是萝卜 我是萝卜 真的是个转机 然后我第一次录歌呢 就是我的苹果耳机 苹果手机 酷乐队 这三个组合 然后再加 你怎么会用华为药 华为药 没事我爱过 然后当时是21年的1月份左右 我录了第一首歌和我就是 银川那边的有一个朋友远程录的 慢慢的风格就从快嘴转向了 melody melody 对 就各种melody drill也好 trap也好 一些的 然后就像H&A Star 他们那些 那些乌子呀 萝卜呀 四口呀 那些我都是 都是他们的粉 对 我是SupY 完了之后 我最早接触 说唱是 跟我这个好兄弟 当时是 次的 KTV 当时爱唱那个飘向北方 但是要是论最早的情况下 听这个 还是去喊麦 喊麦的就是 都是说 完了之后就写 喜欢说唱了 然后看点那个说唱节目什么的 完了最早录歌 第一次录歌的话是 也是跟我这个好兄弟 去了他家的路 玩说唱也就一年 一年多一点吧 所以说你的初中还是海埋 对 最后我也会回归海埋 刚开始我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 15岁的时候 听的一首是 See you again with Gulliver 大学的时候开始玩 然后去的是日本的 奇遇县的大宫 有个地方叫西大宫 我们在那玩Cypher 然后一帮前辈 他们在那玩Facell 然后我进去 然后当时好像自己玩也不这么地 然后他就说你没才能了 什么你赶紧别玩了 这那些 然后我不服务 后来我自己做歌 然后到现在 第一次接触中文说唱的时候 是中国游戏 Rub of China 那时候给我的打击很大 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中国有说唱 然后看了那些节目 感觉他们有很多厉害的人物 比如说Guy Guy做出了自己的中国风来 第一次的感觉 我就感觉 这很China 就很 就那风格就很中国 然后还有一个给我 我当时不知道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 MC金 欧阳金 他的flow 还有他的排法什么的那些东西 有种就是感觉中国的说唱很厉害 然后他 freestyle 不管是freestyle也好 还是功力也好 我觉得都不像是玩了只有一年半 或者两年的人 真的不如说什么 你给他多少分钟的伴奏 他就能freestyle多少分钟 你知道吗 这位是我们团队自己的功夫胖 沈奈川死亡 哈哈哈哈 我会叶着流星的肩炎 偏心を埋めてる剣士郎 北斗支持世代分かるがバカ野郎 楽しもう もっとやっていこう やったあったあったやってるけども 一歩一歩進めばその先は 強派手の空分かるだろうが 遠回りしてでも俺は向うラッファーの人生 俺まだ小生けども気にしねえ だってラッピーできてるから嬉しいし yeah ブルースリー よりも俺は抱きたい春日 みんな感じ 俺はいつもどおり ガンジー 俺は非暴力主義 yeah 带了中二病的条件 哥们你也知道不喜欢内线tag 内线tag不在我的身上 但哥们你也知道我应该怎么成王 就像是就像是那个战队 哥们我不想要为任何人战队 没错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 所以哥们你也知道我在这里住起城墙 yeah i'm a king から見てるrapper どこにしてるこのvibe やってない言葉に what's up bro 楽しまなきゃ マジすんだろ やってる 確かに頂上の決戦 でも俺ら立つだろ バンディの頂上 そういうことで 重心がどうこう 乗ってる 調子を上げていこう バンディの頂上 登った後には 俺は泳ぐ あそこ超高 とか高河とか いろんな川が流れる中 結局繋がる海 は同じ だから俺らの血 も同じ 来たら レッド なのに気にしない yeah あいつらがしてるヘイトクライム と悪魔に入ってる what's up bro hey やってるラップから見てみる 俺がやってる この言葉から見てる このスキルがヤバいのは 誰でも分かる言語関係ねえ 英語地獄語全部混ぜてやるぜ oh boom してる乗り方 ぶー 穿んだ空気 な軽く満ち 街行く人々に願をはなし 疲れた顔でかいよう日々 疲れた柵に向かう my home 家に着いて ほうばる飯 シャワー浴びながらささやく 今日をもだるい 部屋のベッドに そっからダイブ ライブしたいと思いながら ここではスリープ 生活はいつもこの日々のループ 你在中国生活过吗 我在中国待过五年 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爸妈离开 然后我跟我老婆老爷他们住了一块 住了五年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去了中国 然后因为我不懂中文嘛当时 我四年级的时候变成二年级开始 然后我不上中学我直接回到日本 他们中三直接靠工程 日本说唱的年轻人多? 多很多特别就是怎么说呢 老的也很多年轻的也很多 中国人的说唱顶尖的 他们的作品特别厉害我觉得很厉害 虽然日本比较前就是日本玩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中国说唱 说唱我就不输给任何人 但是你要说年轻的不懂那个Breathe Speaks 那些文化也不去理解的 对我来说你在干嘛 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只是说喜欢 就是他的那个外表而已 你不喜欢他的那个历史 内在之间那些东西 因为我没感受到 我听就中国Battle 还不是去否定这些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 一批人是很厉害的 中国Free Style也有很厉害的 但是只是骂街的也很厉害的 你只是骂人而已 对我来说很无聊 日本的也是也有是那样的 但是日本你要说去打比赛的 他们首先有得先有Respect Respect 没有这个的只是你在骂街而已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的做什么 还有一个是怎么说呢 你要做歌的话 日本比较sampling都比较多 用别的歌的那种伴奏 还做得懂 但是我觉得他们用那个歌 能做出来别的东西 也是很厉害的 反正怎么说呢 以前很多人刚出AutoChin的时候 他们都否定AutoChin 但是对我来说 你能用到很好的点 那你就厉害 你没做过 你怎么评价 也是你没做过而已 我从我气球原谅 我们下来那么坚强 理由都太不坚强 被葬了到不了天堂 我们都不一样 活在完全顶着世界里 电子星星海洋里面 再没了你登记 如果讲话生活将决1,2,3 也许你会更好 躲你你的答案里面 可是现实女主乘在意外地 身边的人带的目的都要理解 你刚过了冷天怎么回到地狱 如提杯拍下进入即生继续 生活不会干脑 其实在玻璃 拼走在我身上逗逗你回归 拔开你的分目 我都看不到你 你的脸 除了我的疼 我都你的变 他们都在说着 除了梦都按到 我都看着我的头了